又以本土歌星去世。18岁出道,红过邓丽君,却因意外导致佐尔失聪,遭遇,去世。享年60岁。 凤飞飞本《名林秋团》,台湾歌星,综艺节目主持人。 凤飞飞是电影《枫叶情》,我是一片云主题歌的演唱者,其演唱的《追梦人》被歌迷视为经典。 因为平常比较喜欢戴帽子唱歌,所以粉丝称她为曹茂歌后,2012年病逝,享年60岁。 虽然她是家中独女,但她从小就喜欢跟兄弟几人一起爬树,打架,赛跑。 1968年,凤飞飞参加台北中华电台歌唱比赛,评级歌曲《王昭君》获得冠军,之后开始使用第一个以名林茜。 1970年,她陆续在台北小麒麟,新加坡舞厅等地担任著唱歌手。 凤飞飞小时候喜欢和二哥玩满水比赛,她把头埋到水里以后导致了佐尔细菌感染。 1971年,凤飞飞被医生诊断为耳膜溃烂,佐尔失聪。 后来,她装上了人工耳膜。 1974年,凤飞飞飞在跑场表演,由于时间紧张来不及做头发,情急之下她戴上一顶红色鸭舌帽灯开演唱。 回家后,她翻出了自己所有的帽子,总共十余顶,从那之后,她到任何场合,总会貌不离身。 截止去世前,她已经收集了超过六百顶帽子。 1979年1月,获得综合周刊颁发的金像奖最受欢迎歌星奖。 同年获得首届金嗓奖最受欢迎歌星奖。 2月,发行专辑燕儿在临烧。 6月,出演个人首部电影春寒。 饰演民场主的女儿秀兰,该片获得第1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。 1982年1月10日,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奉行千千万亿演会,并把一演筹款全数捐给中国大陆救济总会。 1994年,凤飞飞同丈夫赵红旗捐赠60万元人民币,在广西陵云县成立了希望小学。 2011年5月,凤飞飞因为声带不舒服而取消演唱会,做了详细检查后发现已经是肺癌末期。 年底,凤飞飞接受了化疗。 2012年1月1日,她的病情开始恶化。 2012年1月3日,因肺癌在香港逝世。 2012年2月12日,安葬于台湾桃园大西,数万名粉丝前来吊宴。 2012年2月15日,众多歌迷前往桃园大西佛光山宝塔寺,献花祭拜。 梁静如,阿信,江慧等人通过微博表达了自己对凤飞飞的悼念。 希望她在天堂还做一个帽子歌后。 阿信